谁能想到当年那些影视剧里的插曲 在24年再次翻红 并成为短视频大热单曲 2012年爱情公寓三播出 其中陈韵若陈美文演唱的爱的回归线 更是成为经典 山一纯翻唱后让爱的回归线再次翻红 当年看爱情公寓的那批人 也开始怀念起自己的青春时光 七微2011年为电视剧《爱情睡醒了》 唱的插曲《如果爱忘了》 没想到被汪苏龙和山一纯再次唱火 其中汪苏龙重新编的Rap更是大爆出圈 之后七微参加浪姐重新演唱 可是也没有当初那个味道了 《如果爱忘了》 音乐不知一面 老正待你发现 点个订阅不迷路 家家为蓝灵王唱的歌曲《命运》 被汪苏龙和张碧晨在天赐的声音重新翻唱 两个实力歌手合作 破碎感十足 虽然翻唱火了 但是很多网友表示 这首歌原唱的宿命感无敌 结束的一心一意 深信不疑不能和没有你 最后的情非得意 生不由己 当我唤醒你 今夕是何夕 我属于你的注定 说到宿命感 谁能逃过花千古 彭家会在句好听的歌上再唱新之火 一夜之间刷屏全网 梦回花千古爆火的那年 周边收益可是直接要让破产的公司一夜上市啊 谁的爱太疯 人心的挥霍 没唱成这个好之后 我没有包括文旋落 谁的爱不疯 不陪他难过 不求明天又和明后 也深燃受此刻有我 千叶系列的插曲 首首经典 张云晶更是一首歌 吃一辈子的典型 时光音乐会上 他再唱偏爱 全场沸腾 大合唱的瞬间冲击力太强了 现在都记得 第一次知道张云晶是女生的震惊 这扫音太独特了 听起来 没有别的角度难走 你决定要不要陪我 想不停点爱 靠我看全爱 等一点以来 不后悔拥抱我 我不闪躲 我非要什么做 想不及别偏要爱 顾盘不知道 原来我们以前啊 就连电视剧的插曲都这么无敌 更别提那些一直长红的经典了 明明不是为影视剧写的歌 却比任何OST都要百搭 BGM一想 宿命感直接拉满 评论区各哭各焚也是太好笑了 早在19年发行的国风歌曲《闭上关》配上古装影视剧的剪辑 最近突然在小视频火了 大气唯美的唱腔加上厚重的歌词 宿命轮回感偷面而来 而歌手张小孩早就把这种戏曲加国风流行的形式拿接到了极致 之前同样深得剪刀手们喜欢的绝世舞机 和歌曲《自正腔圆》都出自他手 这种有实力的独立音乐人确实该活起来了 同样这首经常出现在古装剧 《乐文小说配乐》里的《人间乐》 也不是某部剧的OSC 而是宋家在国家宝藏为那个时代的商女发声演唱的歌 女声和声一出 听着就有一种历史的沉重感 《人间乐》 《人间乐》 《悲雨细阴落之间》 《本天下续长人家团圆不再识之缘》 《人间乐》 《聚合三无休生烟》 《此生一曲终了随喜风送我归》 有没有人和老郑一样 在小视频刷到了无数次这歌 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 歌手王月安去年唱的《会开花的云》 《一家密想必易改十足》 《书在月的雪橙幕中会看到那花朵》 《多一朵天而走后》 《寻到在你走过走到这不够的时刻》 《回来了飞了云舟我还起了头》 听拳音男歌手胡夏 这个暑假是赢麻了 高兰熟悉三大热剧OSD 第一首高口碑热剧莲花楼的《一壶莲花醉》 真的做到了因为一首歌 想追一步 求一杯逍遥醉相依 提一笔故人同归去 不过是挑个自己喜欢的结局 闻一句莲花的悲喜 断一并期间如请你 寥寥心诗之 不负众生而已 第二首长相思插曲 偏爱人间一 想要一生不化成前 雪汗味在边边 开出最美诗篇 当岁月当世间 只有你的容颜 我会永远留在从前 感谢观看